新冠狀肺炎疫情近期相当严峻 爆发许多本土的案例 中央更宣布各财营业的店家需配合防疫相关侦测 将内容取消一律采外带的方式 更必须戴口罩等 先议员曾正言日前也前往南投市内其中一家店家来观察 也发现店家都有落实防疫 疫情当中很多做生理的 都可以说百分之百配合 我们一定要来消费当中 一定要戴口罩、群洗手 我们这个名店都一定要外带 不可以在这里群居、在这里吃 我们这个疫情很重要 关系到我们的国人的泄源安全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配合县政府的政令 先议员曾正言表示 此次来到南投市内其中一家店家来观察 发现店家算都有提出公告来明确告诉民众 禁止内容只能采外带的方式 都有落实相关防疫规定 另外也呼吁店家警民众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今天的交谈要保持距离 出来外面要清洗手、戴口罩 在我们所谓的机会当中 绝对不能有超过五人 尽量就是待在家里 照顾最好自己的身体 生活越简单越好 尽量都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配合 我们的县府的这个政令 新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各餐营业店家需配合相关防疫规定 禁止内容采外带的方式 对此先议员曾正言也呼吁民众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清洗手 如果发现有身体不适的 必须立即去到诊所来看诊 避免疫情扩散 继续视频剧蓝头采访报道